来欢迎到总统参议文 因为疫情连续两年没出席金门八二三的纪念活动 今天是以三军统帅身份出席 总统表示因为岛上的官兵 凭着同岛一命的义无反顾 力退共军才能够守住家园 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胡友谊 则是以新北市长的身份和总统同场参加追思祭奠 出席八二三战役胜利六十五周年公祭 这也是蔡总统任内第三次参加纪念活动 而特别的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胡友谊也出席 不过是以新北市长的身份来参加 两人同场简单点头致意却没什么互动 侯友谊跟蔡总统都跟八二三参战官兵 还有遗族之意 蔡总统甚至尽情握住他们的手 在餐会上也致上最深的敬意 六十五年前就在我们工具一堂的金门岛上 遭受了数十万发密集的炮弹攻击 而当年岛上的官兵弟兄和我们的居民 凭着同岛隐移的义无反顾 而且阵子中国才发动军演在过去的战地 总统再度重申和平的重要 总统也前往金门大桥视察了解通车之后 对居民的便利性这次追思活动 不管蔡总统或是蓝营友谊角逐 2024的人都紧扣和平二字 现在正值选举期间 侯友谊是以新北市长的身份来出席 那么单纯的八二三的追思活动 现场弥漫着浓浓的选举位 以上是记者肖比赛社我们在金门的采访报导 我们在金门的采访报导